上月 臺灣新興政黨時代力量的三名立委 遠赴華府DC宣揚臺灣加入聯合國 近日遭到中國官媒新華社 發表《關於一種新型毒瘤的診斷書專文》 直接點名該黨立委黃國昌、徐永明 與林長佐三人是臺獨新先鋒 而時代力量是逆時代潮流的社會病菌、毒瘤 是時代負力量 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表示 我蠻驚訝的啦 因為整篇評論大概是充滿了情緒性的謾罵 讓我回想到說 為什麼21世紀中共官方的媒體 整個評論的水準 好像回到半個世紀以前 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行徑 新華社指 黃國昌等三人在臺灣島內大肆推動制限 以及臺灣證明等等 還跑到海外或借國際事件來製造話題 是繼台聯黨後的毒瘤變種 也不忘提醒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保持高度警惕 並共同堅決反對和遏制 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說 如果對時代力量的政策或立場有不同意見 其實是可以批評的 那可是用這樣謾罵的方式 我覺得第一個對兩岸關係不好 第二個這代表他們不了解臺灣民族的運作 那第三個我想更危險的是 那臺灣民眾心裡在想什麼 我覺得中國的媒體 那他們應該更深入的了解 他說這種仇恨的思維與心態 比較像是冷戰時期的言論 認為中國官媒比較像是兩岸關係裡面 態度更惡劣的特朗普 並無法動搖臺灣民眾 更無助兩岸關係的正常化 臺灣指標民調公司總經理戴利安說 大陸現在在做三中一清 時代力量這些人對他們來講也是青年人 但是反習道而起 某種程度來講甚至覺得 這些人是不是要跟香港的年輕人要去做串聯 那都是會變成反而是跟現在大陸希望走的方向 中共當局走的方向是反其道而行的 所以他們會用盡辦法去 你說防堵也好或是去貼標籤也好 對這些年 就是說時代力量這幾位的立委去做一些比較大的一個壓制的動作 他還說習近平近來對於言論自由越抓越緊 新華社這些黨媒是在做立場的宣誓 一貫性的對台獨藏獨進行全面的防堵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 這種人是很好的 最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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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